今天老师想和同学们交流一下 最近特别火的电影 哪吒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哪吒 你们都看了吗 看了 那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哪吒在他妈妈肚子里面 待了三年多 因为他的爸爸是托塔李天王 托塔李天王 哎呀 那敖饼的爸爸有三个儿子 老三叫敖饼 老大和老二叫什么呢 老师 我知道 肯定是叫敖甲和敖乙 你们这群人 脑瓜子转得可真快 那我再问你们 暗恋哪吒的女人 你们知道是谁吗 what 我知道 是王妃 啊 为什么 嗯 因为 想你是你在 老海 你们这思维跳跃的 连老师都自愧不如呀 好吧 开始上课 阳光明媚的一天早上 今天 领导老师 有不一样的课程安排 领导老师 带着同学们 来到电脑教室 原来今天 要上电脑课呀 哦 因为同学们第一次上电脑课 老师 想考一下 同学们是否懂得 课堂规范 嗯 小刚 老师问你 上信息课 可以带零食和吃的吗 不能 老师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我怕老师偷我的零食 what 小刚 下课后去我办公室 你坐下 唉 小红 假如电脑黑屏了 你会怎么样 我会叫老师来 嗯 嗯 不错 然后呢 然后和老师说 老板 你这个电脑不行啊 马六蛋 换一台 你下课后也去我办公室 嗯 不知道你们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嗯 好了 咱们开始上课 Good 小红 你给我坐下 老师的话音刚落 就直接控制全班的电脑 开始讲课 哈哈哈哈 此时小明 突然大声喊道 老板 这电脑找不动了 快给我续费 小明 你这个小婆皮 这里可不是网吧 没法续费 滚去网吧续费去 好嘞老师 这里环境太差了 连迷你世界都没有 早就不想上了 老板 瞎鸡 小明啊小明 下次泡网吧 记得叫上我们哦 小伙伴们 想和小明一起玩迷你世界的 赶紧点赞吧 这里怎么还有个女厕所啊 还只有一个女厕所 我也是醉了 抬点头小刚 看着老师 好 门关了 林达老师 带着学生们 来到了 计算计死 计算计死 这就是计算计死吗 咱们 attack 谢谢大家